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动画制作的声光特效 台北市南港灯会打破传统灯艺的做法 以光雕投影在北流文化馆建筑墙面上 呈现欢乐活泼的元宵气氛 结合科技技术的光雕投影 不但在活动结束后 不会遗留实体灯具 将废弃物降到最低 具有环保效果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南基地文化馆 前广场无光害的环境投射 效果十足 连来往人车都能欣赏 其实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后面 我们这一次就是考量环保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用定时定点的投影光雕秀 来呈现这次灯节快乐气氛 来展现我们港洞兔兔闪耀北流这个主题 我们就是希望市民在优雅的环境里面 随时可以欣赏结合科技跟艺术 还有各种深光色设计的一个饗宴 然后也可以在北流优雅的环境 大家可以漫步在夜间享受这美丽的元宵佳节 我们希望灯会过后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材质要需要去处理 因为实体灯区你总是有一些实体灯 那就会变怎么处理 常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一方面还有就是北流这个环境呢 刚好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让这个地方呢 呈现光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地区 然后让市民无论是经过中宵东路 或市民到两道的时候呢都可以欣赏到这个定点的影像 酷炫的光雕投影 内容跟浓露的南港人气景点与重点建设 展现南港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他除了设计这个音乐跟这个动画以外 他也会把我们南港 比如说像北流我们的茶山 还有我们现在东区门户 几个特别设计出来的地标都有放进去 所以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来这边玩的时候 也能够观赏我们这块影片呢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南港 最近蓬勃发展的特色 除了每晚六点到十点定时播放的元宵光雕秀外 光场两侧的行道处也挂上了闪闪灯饰 营造浪漫氛围 让民众悠闲散步赏景 感受南港迈向新世纪的活力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